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球场练球了 你好 各位观众 我是华咪咪 欢迎收看今天10月26号 公示晚间新闻 首先要带您关心 在日前发生在南投县 信仪乡引起当地恐慌的 两对夫妻离奇中毒死亡案 凶手从一开始怀疑的马前死 到肉毒感军各种猜测都有 但是后来案情却急转直下 原来是一起情杀案 嫌犯朱明福在米酒里面 添加葡萄催崖剂 导致包括他前女友 在内的四名被害人中毒身亡 而南投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 对朱明福以杀人罪起诉 求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之所以有两个选项 是因为检察官期待朱明福 跟死者家属对话 如果能够取得谅解 就求处无期徒刑 否则就是死刑 发生在七月份 南投新一乡两对夫妇共进晚餐 却前后中毒死亡的案件 监警经过一个多月抽丝剥茧 查出嫌犯朱明福 涉嫌以葡萄催崖剂二律已存 混进米酒导致四个人亡死 检方癥结起诉 今夜以修复式司法精神 将嫌犯求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尽量的跟死者的家属对话 那如果沈卓他的犯后态度良好 又能够取得家属的谅解 那我们求处无期徒刑 检方希望嫌犯可以和死者家属对话 如果态度良好认错道歉 取得家属的谅解 建议谅除无期徒刑 否则还是求处死刑 这起离奇的死亡案 当时两对夫妻在结束工作之后 一起吃饭 还喝了几瓶米酒 没有想到隔天凌晨就陆续死亡 由于死状非常不寻常 甚至出现罕见的脚弓反彰现象 一度研判是马前者中毒 后来经过解剖 都没有发现有类似有毒物质 一度让案情陷入胶着 检方事后又回到现场采证 同时将脏器等检体送到疾管局 和法医研究所来检验 才确认含有二律乙醇的代谢物 被告朱明福和其中一名死者王美勇 原本是男女朋友 后来改嫁他人 朱明福心有不甘 在米酒中下毒 没有想到一口气 害死了四条人命 检方说由于国内对于恶律 已纯的文献较少 加上死者吃的食物 刚好也被肉毒感菌所污染 导致死因难以确定 让这起情杀案扑朔迷离 现在真相大白 检方希望他可以好好跟家属 忏悔弥补自己的过错 杰林健生台中报道 昨天我们报道 张化现有一个小男婴被送到医院 医生发现他全身片部伤痕 疑似遭到虐待 而原本他的家人一直否认施暴 在警方征讯之后 19岁的小爸爸才承认 是因为婴儿哭闹 一时情绪失控 才会咬伤孩子 张化现社会处 已经替这个可怜的小婴儿 申请了紧急保护令 不让他的父母再靠近他 一个半月大的小男婴 下巴有伤 眼睛身体有淤伤和烧烫伤 左肩有明显的齿痕 还有肩膀锁骨骨折 怀疑遭到施暴 张化现社会处紧急申请保护令 禁止父母接近 家户病房外 小男婴19岁的爸爸和21岁的妈妈 焦急地想见孩子一面 从一开始谎称 男婴自己从床上跌下来摔伤 到最后警方突破新房 小爸爸承认受不了哭闹 咬伤男婴 面对媒体低调快闪 一个半月的小婴儿根本不会翻身 新旧伤痕中还有明显的牙齿咬痕 显示施暴不止一两次 男婴曾祖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 狠心施暴 差点害小曾孙没命 认识我们婆婆来 你们孙儿有跟那个警察说 他是情绪失控 心情不好 才会把牙齿咬 他说 婆婆有个孤独 孤独不得来 我们的女孩来 他都会买到小婴子 看着才紧抱一遍 社工发现这对小父母的心智 都还不成熟 又有虐婴事实 未来孩子出院后将强制安置 不排除先交由男婴的姑婆照顾 如果确定是蓄意施虐 施暴的亲生父亲将面临虐童行责 记者黄泉宝群台中报道 位在台南永康的奇美医院 今天下午三点左右发生火警 虽然火势很快被扑灭 但是浓烟久久不散 院方紧急疏散了150名病患 现场还有三个病人正在开刀房 医生赶快把伤口缝合 结束手术 院方表示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至于起火原因 消防局初步研判 起火点是在管道间 可能跟工程施工不慎有关 挂着点滴的病患和医护人员 全被疏散到户外 还不时向上看 关心医院火警 消防人员赶紧将排烟管先拉出窗户 要将三楼以上的烟雾排出医院 台南永康奇美医院 二十六号下午三点多发生火警 院方赶紧将150位病患 紧急疏散 火警发生时还有三名病患 正在开刀房进行手术 医院紧急应变 所幸没有对手术造成影响 当时在三楼的手术房是有三名患者 那有一名就在现场把他立即结束手术 那另外两名病人因为还没有开刀 就立即疏散到一楼的重置区 做后续的医疗招呼 那状况是非常稳定 台南市消防局出动二十五辆水车灌救 火势很快扑灭 消防局初步研判 起火点应该在三四楼的管道间 判断的部分是在管道间的部分起火 他是不是有是在管道间实施一些工程的部分 我们现在还在跟医院这边做一个确认 还好这场火没造成人员伤亡 而医院的损失和期破原因都需要急不调查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两岸和平协议最近成为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 而在台湾两大党攻防的同时 中国国台办今天也首度在记者会上表态 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正面肯定 和平协议是两岸关系未来的必然发展 但是他同时也批评民进党想利用公投进行政治操作 总统马英九提出可以考虑用公投的方式 来决定未来要不要跟对岸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陆美的询问下 首度做出回应 杨毅肯定的表示 和平协议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必然前景 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 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是我们多年来的主张 对于两岸洽签和平协议 国台办持肯定态度 而总统府强调 绝对不会为签而签 相较于对和平协议的肯定 针对民进党提出两岸政治协商 必须交付公投的公投法修正案 杨毅泽重话批评 政治协商是一件不断创造条件 将来水到渠成的事情 不应该允许任何势力 借机进行政治炒作 捞取政治利益 显然这个公投 还是北京所坚持的红线 按照马总统最新的说法 公投也是选项之一的话 那这个无疑也是将 马总统这条路给他堵死 民进党强烈质疑 马总统日前也提出公投 现在中国反对公投 是不是也会跟着改变立场 虽民进党所提的公投法修正案 在立法院遭到封杀 但也挑起两岸关系的敏感选经 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行动中常会 今天在新北市举办 这里也是全国最大的票仓 民进党蔡英文 去年在参选市长的时候 在新北市开出了不错的成绩 让国民党不敢掉以轻心 除了下午的中常会之外 国民党今晚还在双合地区 举办造势晚会 全力巩固新北市的票源 马云九总统今天是火力全开 抨击民进党 把两岸和平协议抹红抹黑成投降协议 是不应该的事 国民党中常会 刻意营造成肇事大会 回方巩固新北市的意味浓厚 而对于蔡英文喊出新北市 要拿下超越去年五都选举时的 一百万四千九百票 马总统则全力吹票 希望全国最大票仓的新北市 市民相挺 赢得胜选 马总统更进一步在两岸和平协议 议题上主动出席 抨击民进党把两岸谋求和平的努力 抹红为卖台 而马总统也进一步强调 目前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时机 还不够成熟 因此对和平协议的签署 不会照进 也没有时间表 而对引发部分蓝银支持者 疑虑的公投 马英九表示 公投是测试民意支持的重要方式 能够让两岸和平协议 经过民主的程序 如此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信赖 记得林选刘翰林台北报道 我们在这一条 中文都将是个人的线